大家好 今天是3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的市場 再跌到1,000點 已經很快 落到18,000左右 如果你回顧今三月份 剛剛過了一半 三月頭半個月 都可以說相當的慘烈 行資也好 科資也好 國資也好 跌幅是很誇張的 個股也是 完全跌到不懂得停之餘 短期內很多的股價 跌了一半有多 那 我覺得現在這一回合 真的好看你拿著股份 又或者你自己的 持倉 是什麼狀況 我先回答你 1263 知道他跌什麼 其實沒有的 知道了 要看你自己的心裡 定不定 其實我對於1263 現在這些位置沒什麼特別 因為為什麼 很簡單的 如果以他之前的營起去看 賺20億 現在30億是值 我當你下年賺10億 你的P也是很低 而且 其實我昨天和你分享過 Dispay卡 沒錯 價格是說 升這麼多 而且有些說法是 但是下半年 下半年的時間 那些Dispay卡的價格 都會下跌 但是下跌 不是意味著 你沒有生意做 所以 可能另外 那個 增長 那個盈利 有機會倒退 但是 我不覺得 會倒退很多 而且 有機會是 其實之後 那個需求量 都將會很大 其實Nphidia 為什麼我想買呢 因為有一樣東西 其實 如果大家 很多科技的進步 可能現在 大家可能不再看 例如宇宙 AI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一些 GPU的需求量 都還是持續的 當然啦 現在不止Nphidia做的 那你又好像 你說 AMD 它有做 現在可以做GPU 其他公司都會做這個 但是 論技術上的話 Nphidia 這些比較厲害 所以 這個需求量 其實是可以保持到的 只不過 你現在的市 問心 什麼都死 你什麼反派 什麼股份 甚至乎 你有多厲害 都好 那個市跌 你都是拖下去的 如果 如果 剛剛這麼說 你好像 這個 163分計 那 沒有的 好 現在剩下 七個幾百個幾 你想一下 市值 剩下30億 賺20億 那我當它 今年派5成 Payor Ratio 都派了大概 10億出來 如果這樣計 的話 派息 也可能派3元出來 那 沒事的 這些就拿了 收息也OK 對吧 對不對 我又覺得 如果他假設 他肯派多些 派息 慷慨的話 其實你的價錢 要打得上去 是不難的 不難的 所以 如果你問我的話 除非他不派息 不派息 我會對他失望 可能我才會沽 但是不派息 我會覺得 他有沒有機會 想做一些 才藉的事 私有化呢 不知道 所以 沒有 對他的看法 D1開始 是覺得他業績好 那 課師去過 未來的發展又不差 的話 就會拿了 我想現在拿著股份 你考慮的地方 是說 究竟 你買去的原因 是什麼 那 既然那件事沒有變過的時間 那 其實就 不需要說 那麼 那麼害怕 我明白的 有時候 現在這一段 很考驗大家 那個持貨的能力 還有那個 簡股 甚至乎 差點股份 是不是真的OK 那些 你拿著 BillyBilly 拿著快手 那些 我當然覺得不行 那些一早就要沽 那些其實我想我會很缺絕地 說沽就沽 但是 為什麼這一段 這些股份 不沽呢 原因就是說 沒有的 其實都是 你看他那件事 他 我覺得他又不會發生的 但是 只不過 遲些 那我就拿著他 真的 我覺得這一段 要看這件事 就是這樣 但是 市場就很差了 市場就跌穿了 大家所想到的支持位 那麼 有沒有機會再下 機會都頗高 因為 我想 現在大家 擔心的因素 只會越來越多 還有 當你市場越來越急的時間 那些股價就越來越大了 其實你看這一段的時間 筆水 都不斷去買貨 靜蠟也很多 但是都是未止射的 所以 大前提 就是 真的 讓我先試彈 先試彈 先試彈 再想一下 如何出發 昨晚我做節目 其實也是 那件事 都要想一些 可能是 建立的信號 為何要薄 才可以買東西 那我就說 當你跌完之後 等兩成上來 即是一套傳統的 叫做牛熊理論 即高位計跌兩成 等於熊市 低位計 升兩成 或者牛市 等於轉勢 才出手 那這段 我覺得比較安全 現在其實你入市 你要選一些股份 你要安心 安全 又或者是覺得 你可以跟它拿著 即是可以跟它 鬥鬥長命 那 我不知道 一、二、六、三 或者其他股份 我拿著的股份 是否 但是至少 當我買到那一刻 我大概 一定有一個原因 即是可能 短炒 當它有一個目的去買 那如果一天 它不出現那些目的 那我就先守著 即是有堅信 它會出現那些情況 所以沒有 就越拿 其實是這樣的 不要說這一招 其實買任何股份 都是 這招的原因就是 你要知道 你本身買它的時間 你買它是什麼 買它的將來 買它的短線 那個表現會好 還是買它 可能有機會 讓你私有化 即是你會有一個目標 那既然有目標的時間 它還未出現 那你也覺得它的基本表現 是那個狀況 沒有改變過 那就是 我是用這個概念去選這些 就是我走到成家有藥股份 那我都承認 有一些是 梅拉加跌 不是梅拉加 有些是可能跌很多 但是 既然那些跌很多 而且跌的貨幅又不大 那便有去 這樣 那有些朋友 有朋友 有朋友 阿Sweet 那你 商量 你說 創意有六位圖片 五位數 沒想看 這些年紀你還未好過 不知道主要牙多久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經常都說 你現在 硬要說 要過市 多少位置見底 其實 不知道 即 見底的定義 就是 真的可能是 油低的反彈 或者是 真的開始見不到那個位置 但是你見 廣告 其實拍這幾天的時間 是跌了 跌到 近六年左右的低位 即 有時候我覺得 沒有辦法 真的 當捱一下 真的 是啊 但是 沒有辦法 是這個 先 所以大家 那 要加油 我知道 加油 不好意思 剛剛的影片 停一停 因為有些緊急事 先回覆了記者 那 是啊 但是 我自問都不見 都 一大塊 一大塊 哈哈 但是 沒有啦 又是那句 信念 即 覺得自己買的股份 即 那個價值 未突然出來 那 唯有先拿去 是啊 那 我覺得現在的市況是這樣的 主要買一些股份 你覺得自己OK 那就算了 那 Ming也覺得很對 你說這次反彈一定要放棄 放棄 又不是只要放棄全部的 我始終覺得 其實很多股份 其實有價值所在 但是 只不過 你要比重上面來計 那 真的 可能要調整一下 不,我也會調整一下 即是 只要那些股份 彈上去 或者是 我買去的原因 即是真的出現了 我便會沽貨 那 沽完之後 我都會寧願 可能部署買多些美股 那 那 是啊 不是 Ming也覺得對 其實你說 買 炒波幅OK的 但是 其實你說 如果以 那些基本因素來計 的話 我覺得美股再強一點 如果那些公司 你買下去 又大隻 安心一點 就算跌下去也好 你會覺得 沒什麼 即是 你會願意 跟他拿著 去捱 還有這一段 有少少 都是個人情感的 那 有些公司 其實說真的 有些公司 你說他 放棄俄羅斯業務 那 你預算生意 可能會沒得大折 那 好像 那些 走的那隻 那隻 但是我覺得 這個行為 我購買 那 既然我購買這個行為動作的話 那 以行動支持 就拿著不沽 那 我有這個 想法 其實按理 你不應該這樣 買股票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有這樣的情感 但是這一段 你差很多股份 其實他們說 就像Microsoft TXM這些 我買的 所以 我當這一下 跌一成 就當 是支持 那樣 我是這樣想的 所以 就變了 是啊 那 失敗 但是 沒有啦 當支持一下 但是 我同意 美股市場 真的 正好多 那麼 1772 頭兩月 賺三倍 不 我覺得市場 其實市場 現在的情況 真的差 差的情況 很多股份 是跌得過分 其實 韓運股也是 韓運股 我今天 剛剛才跟朋友聊完 他又做一些 chipping 我問他 聊天 運費 是怎樣 他全部都說 還是很厲害 集中箱也很厲害 所以 我又不覺得 差 但是他今天 照對 對一成下去 對一成的時間 你又不會 什麼 你又會先拿著 所以 對 就是那句 大家有貨的話 不怕 你先拿著 但是 如果真的覺得 拿著貨 新辣力很大 那就先減持一下 這樣 今天就暫停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拜拜